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dvance and retreat of buddhist factors in the political access of the capitals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ancient china 因为时间关系呢所以为了提高效率呢我就还是用中文来讲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呢 那么对不起我我应该把它调成调成全品会好一点 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当中的政治权威和宗教势力的空间呈现和互动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了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当中呢这个政治地位呢不仅是跟它科层的等级高低有关系 同时还跟它距离绝对的中心的距离远近是相关系的 那么在秦汉都城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是一种多公制的格局 那么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轴线 但是整个皇家的权威主要还是通过高大的单高台积的单体建筑来体现的 那么到了曹魏时期的叶城和洛阳呢我们注意到呢就出现了单一公制 以及贯穿全城的中轴线 那么一些非常重要的具有政治和礼仪性质的建筑呢 坐落于这样一条中轴线之上 那么比如说根据左川英制的研究 那么像圆秋像太极公就构成了这个西近洛阳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南北端点 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西汉时期的长安城的平面图 它是一种多公制的格局没有出现明显的轴线 到洛阳呢我们注意到在它南宫的这个南侧 出现了这平成门一带 一直到明堂屁庸这一带出现了一个很短的这样一个轴线 但是呢都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长 那么我们注意到实际上 在这类轴线当中有很多这个礼仪建筑以及宫殿建筑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北渭以前实际上很少发现有这些佛教建筑的这个痕迹 那么这个是曹魏夜城的平面示意图 我们都很快的拉过去 那么佛教最早传过中国以后呢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比较早的一个寺院呢 就是洛阳的白马寺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它是位于汉晋洛阳城的西郊 而不是位于城内的这个复兴地带 那么我们又根据洛阳前兰记的这个记载呢 发现西晋时期洛阳有42座寺院 但是呢它的位置呢基本上不可考 那么我们呢 所以我们并不太知道它的这个具体位置 但是仅就白马寺而言 它的位置呢实际上呢 是离这个呃 不要说离这个宫城 离这个铜博大街 也就是它都城的中轴线非常远 甚至呢都不在这个核心城区之内 而是位于整个城市的这个西郊的位置 那么重要的变化呢 可能是发生在北魏的平城时代 但是因为北魏平城呢 现在叠压在这个大同城市之下 所以呢没有进行系统的发掘 所以就北魏平城而言的话呢 我们虽然知道它建了很多很高贵的各个的佛寺 比如说像七层的这个佛塔的永明寺啊等等 但是呢我们现在并不是非常清楚 它里面非常重要的寺院呢 跟城市的中轴线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关系 就我们所目前考古发掘的一些寺院 比如说像这个这个北魏的这个方山的这个寺院浮图 那么因为它是位于林木区 所以它跟政治轴线的距离呢还是比较远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目前了解的 这个北魏的这个平城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佛寺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还是非常难以确定 它跟政治轴线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我们注意到在北魏平城时代的实际上呢 因为这些佛寺呢它体量很大 而且具有皇家的这样一个赞助 是皇家规格的大型佛寺 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规划性 并且呢很多属于城中的位置 那么这一点呢我想跟这个已经是跟这个 西晶以前的情况呢有了很大的区别 但是呢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断定 它是否是跟这个中轴线有这个直接的互动关系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到了北魏后期 也就是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呢 那么洛阳的永宁寺锦明寺 秦太上宫二次 那么这些寺院的这个位置啊 包括我们进行3D建模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CAM Lab 实际上我们都做了 那么如果说你去CAM Lab看一看的话 你就发现它实际上都非常接近于 这个都城的权力中轴线 布列于这个铜陀大街的两侧 那么同时呢我们注意到永宁49层 在最北边锦明47层在中间 然后南边有两座五层高的 这个停赛上宫二次的双塔 那么这样这个579构成一个等差数列 并且呢是逐层向北呢逐次抬高 那么一直到进入北边之后呢 再下一步就进入到权力中树太极殿 所以它是距离太极殿 也就是权力中树的距离越近 那么它的塔的层数也越高 体现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性 与同时呢它的位置呢 都是分裂于这个中轴线的两侧 那么从这个图周应改会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 那么有景宁寺有秦太上宫寺 有永宁寺都是离 位于离铜河大街不远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从这点上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从南往北啊 从这个落水南岸的四一里 四一坊这些外国人居住区 然后到四通市 然后到过了落水之后呢 到这个南部的离坊区 再到雅鼠区 再到北边的宫城 那么看成是若干的这样一个 圈层式的结构的话 或者说是串联式的结构的话 那我们注意到实际上 它是遵造了一个由仪道华 由外到内 由卑道尊的顺序 那么既往我们认为说 佛教是所谓胡教 但是到这个时期 实际上佛教它的位置呢 它已经是 不是简单的位于这个 所谓仪的它所居住的区域 而是位于整个城市的这个核心位置 那么这个呢 可以说也是我们相对于 比如说早期的洛阳白马寺的位置 那么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 它开始更加接近 整个城市的中枢 并且这个接近中枢的 并不是偶然为止的 而是在它建成一史 具有规划的 比如说孝文帝在迁洛一史 就做了非常明确的 都城制这样一个规划 那么它所规划的永宁寺的位置 就是位于中州县的旁边 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权力 在洛阳城当中 无论是在二维平面上 还是在三维平面上 都是非常有序的展开的 这样就构成了 这个佛教和都城政治景观之间的 一个非常紧密的互动 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的演变过程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在最早的时候 刚刚迁都洛阳的时候 整个洛阳的城市重心 这个制高点 是在西北方向的 金庸城遥光寺那一带 那么到了宣武帝时期 基本上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那么到了临太后时期 随着锦明寺 永宁寺 这些太上宫寺 一系列这种五层以上的 高的佛塔的兴建 那么整个城市的这个景观的重心 从西北方向转移到 昌河门以南的 这样一个铜锅大街 也就是正轴线的两侧 与同时 原先比较显赫的 在这个西晋时期 比较显赫的南部的理智空间 也就是明堂辟庸泰学这个区域 到这个时期 它的光辉 也被这个佛寺和佛塔 所掩盖过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 林太后时期所建的 佛塔的统计表 我们发现 洛阳城当中五层以上的佛塔 绝大部分 至少四分之三左右 都是在林太后时期所新建的 那么它是存在一个新建的高潮 那么到了北维末期 虽然舍载为四的 这个新建寺院很多 但是呢 高层的佛塔并不是太多 那么这个没有影响到 整个城市的这样一个 大的一个空间格局 那么我们注意到 虽然这个时期的这个佛教寺院 已经开始逐步进入到轴线两侧 但是呢 并没有占据这个轴线本身 只是在四月初八 佛丹日这一天呢 那么由于这个有佛像巡行的活动 会经过通通大街 一直到昌河门 所以它会短暂的占据这个轴线 这个我们就跳过去 那么到第三部分 我要说的是 实际上以前我们觉得说 这个北方和南方的这个 它可能是有类似性 但是我们注意到 在南朝的佛寺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线索 就是同泰寺 那么关于同泰寺建立之前 南朝的这个佛寺的分布 以及它的这个所处位置的情况 我们就不一一详述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我的论文 那么这个里头呢 比如说像长干寺啊 瓦冠寺啊 还有像宋明帝时期新建的香公寺啊 梁武帝的大爱晋寺啊等等 那么虽然也是非常重要 包括刘俊的大庄严寺 但是呢 都只是位于这个中轴线的两侧 或者呢 是离中轴线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呢 在梁武帝后期所期 梁武帝时期所新建的同泰寺 则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同 因为在梁武帝的同泰寺当中 我们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 发现它是位于城北的华陵园 也就是正好位于轴线之上 并且呢 是位于皇家的御苑当中 那么一个是 它位于轴线上 而不是位于轴线两侧 第二个呢 是它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位置 是离工程非常近 比这个永宁寺距离 这个北魏的工程的距离还要更近 那么直接是位于皇家御苑当中 那么这种突破性的变化呢 是发生在梁武帝时期 这个呢 也让我联系到这个 陈济华老师 以前写过的那个 关于梁武帝的无测大会 等等的研究 但是呢 同泰寺的这个问题呢 它的位置的 这样一个突破性 我们之前呢 我没有看到 有专门学者专门提出来过 那么这个 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同泰寺的这样一个 位置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看这个图 是梅伟达业先生 他们换了这个图 我们注意到 同泰寺呢 是位于这个华陵园 也就是这个工程的 北面的这样一个位置 东北面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 到了这个隋代建立大兴城以后呢 我们注意到 它并没有延续这个 南梁的这个趋势 因为它从北朝那边过来 所以它的这个 规模最大 占一纺之地的几个寺院 像庄严寺啊 总瓷寺啊 都是位于外城的西南角 那么离正的轴隙呢 距离非常远 虽然它有300尺高的火柴 也构成南城重要的政治景观 都市景观 但是呢 它距离轴线的距离还比较远 那么到了隋唐长安的初期 那么像唐代的 非常著名的 像大兴善寺 像小燕塔的这个建福寺 还有像大慈恩寺这些 那么它呢 也是距离轴线 有一定的距离 或者是接近中轴线 而并没有位于中轴线本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隋唐前期 那么呢 它基本上是没有延续 这个同泰寺这个做法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大庄颜色和大种子 是这个图有点差物 它是位于这个 一二那个位置 那么这个是唐长安城的理空间 但是 那么到了武则天时期 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我们注意到 武则天在原先隋代的前阳殿 也就是它工程的 这样一个对角线的 这样一个几何中心的位置 新建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 这个就是Antonio Fuchin 专门讨论过的这个明堂 那么随着明堂的新建 我们注意到 虽然一方面明堂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儒家理智建筑 但是我们根据福安敦和吕伯登 很多人的研究 认为说明堂 其实具有非常浓厚的佛教因素 它的最上面一层 甚至本身就可能是一个佛塔 那么 另外就是于从时 那么武则天还在天津桥以北的 也就是随唐洛阳的中轴县的天津桥 洛河以北的天津桥 那么以北 那么在一个岛屿上 新建了一个 类似于阿玉王石柱的这样一个天书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 标志性的建筑的设定 使得那么具有佛教因素的建筑 就占据了这个武则天时期的 洛阳都城中轴县的核心部分 那么至于说武则天所新建的天堂 目前为止有两种看法 有一种认为它是位于西北方 主要是考古方向 考古学者看法 我认为它是位于明堂的西北方 那么这个我认为是跟它所对应的 后天八卦当中的前卫是有关系的 那么它是位于前卫这个位置 跟天相对应 但另外的一系列的看法 认为它是位于明堂的正北方向 那么后来是因为被毁了以后 那么可能改建在了其他的方位 那么这个我在文章当中有详细的阐述 但是我这里想说的一点是 天堂就算它不是位于中轴县 也是位于跟中轴县非常接近的 明堂的西北角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 那么它跟同太子的位置 是有一定的类似性的 那么这里也体现出来 梁武帝到武则天时期 在跟佛教有相关的 这样一个礼仪建筑方面的 这样一个延续性 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注意到 实际上当明堂当天堂 这一系列建入新建起来之后 那么这些佛教建就占据了 武则天时期的这样一个 武则天时期的整个政治中轴县的 这样一个核心场域 那么武则天以及相关人员 像薛怀义这些人 也在这一带区域开展佛教活动 彰显政治权利 它成为一个重要的场所 那么这里就标志着佛教建筑 已经从宫外进入宫内 成为了绝对意义上的这样一个焦点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占据了 中国古代都城中最具象征意味的 政治中轴县的本身 那么这个一简图我们可以看到 是天书明堂和天堂的基本位置 它已经占据了这个轴县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跟北魏时期 又是非常不一样的 又是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是武则天时期 洛阳工程轴县的一个复原 在这个图里面是把天堂 放在明堂的正北面 南边这个就是天书 这个是明堂的这个复原效果图 那么有学者认为 它的第三层实际上是一个佛教空间 是一个佛塔 并且根据孙英刚的研究 认为说这里头陈列 还陈列了这个转轮王七宝等等 具有佛教的转轮王性 象征意味的这样一些陈列品 这是天堂的这个原型机制的这个平面图 那么所以可以看到 在武则天时期的所谓七天建筑当中的 这个具有佛教因素的 可以说是已经是七居其次非常重要了 那么在此之后到了唐玄宗时期 我们注意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唐玄宗在他登基以后 极不可耐的就要去拆除这个武则天时期 在洛阳的中轴县所布置的这些佛教建筑 那么在此之前实际上 因为这个天堂和明堂的焚毁 实际上武则天在在武则天的这个最后那几年 实际上在洛阳的轴县当中 这些建筑就已经有所这个衰减了 那么这点的话 像之前杨孝俊老师也讨论过 就是他后来又跑到这个长安去 建了七宝台的光寨寺 但总体来说这些规模 包括他的这样一个规格 都没有办法跟洛阳的明堂天堂相提并论 但这个只是一个量的改变 那么真正制的改变还是发生在玄宗时期 玄宗时期直接把明堂改建 把第三层拆掉 那么直接改建成两层的明堂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说那么原先明堂当中 最具有佛教特色那一部分 它的第三层被重新拆掉了 被拆掉了 那么至于说天书呢 直接就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它干掉 直接把它融毁掉 那么这一系列举出实际上标志的 玄宗朝对于洛阳的政治轴线 景观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塑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重塑呢 我们注意到 那么洛阳政治轴线当中的佛教因素呢 就被消除或者说衰减了 那么在此之后呢 这个长安洛阳当中的佛教建制的位置 就重新回到了南北朝时期的状态 并且呢这种格局呢 一直到北宋到辽 还是继续有所延续 那么再我们就没有发现说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 大规模的这个佛教建筑 占据政治轴线这样的情况 那么当然在明清时期呢 可能会有一些 皇帝私人性质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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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殿堂 但是呢不会再像武则天 或者梁武帝是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么通过这个书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 在整个中古时期的都城轴线 与佛教建筑的这个互动当中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由进而退的过程 那么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变化节点 一个是北魏 那么佛教因素开始占据中轴线的两侧 一个是南梁的这个同太寺 那么佛教建筑开始直接占据 这个都城的中轴线本身 那么到武则天时期达到顶峰 那么第三个节点呢 就是在唐玄宗以后 发生一个变化 重新回归到南北朝后期和唐处的状态 那么又退出这个轴线 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可以反映出来 中古时期佛教和政治空间 以及政治文化之间互动的 这样一个复杂过程 谢谢 这个就是我的报告 编曲 李宗祝